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最近十年主要都在从事大数据平台的建设 还有OLAP引擎的研发工作 个人呢是开任二号者 目前是APA7 Dolphin Scheduler和APA7 Cetano的PMC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 我们叫下一代数据基层平台的一个APA7下 叫APA7 Cetano 主要的五个部分 主要是第一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数据基层 这个领域它是怎么发展过来 第二个呢是在数据基层领域 它大家要解决的面临的痛点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Cetano是如何去解决的 最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社区最近的一些计划 OK 先看第一部分 其实数据基层这个领域的发展 其实和我们数仓的架构的迭代是密不可分的 在早期也就是说在90年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 其实我们数仓里面主要的数据 它其实是像MySQL,Oracle,SQL,Shower 还有YP,CRM等等这样的结构化数据 然后大家去在做数仓的时候 其实主要还是使用的像 Oracle,DB2等等 像OLTP这样的 用来做查询和利息数据存储的那些数据库 它们的特点就是说 在面对复杂的ETL场景的时候 它很难去支持 或者说它需要付出很高的硬件成本 才能够去支持 然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时诞生了很多的这样ETL的 专业的ETL软件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Infomaniq,Kettle,Talent等等 而且这些软件其实在今天还有很多企业在用 这个呢就是ETL的这样的一个实战 它的缺点是 当我去面对大量数据的时候 其实我的硬件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不断要付出这种数据库的硬件成本 还要去付出ETL软件的这样的一个硬件成本 后来呢然后随着MPP架构的诞生 还有像这种分布式技术的推广 比如大家熟知的HadoopHive的普及 而且随着数据量就是变成了这种超大数据集的这样的一个产生 然后这个数仓架构慢慢的由ETL架构变成了ELT的这样一个架构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出现了非结构化的数据源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数据呢从我们的数据基层 从我们的数据源然后到我们的数仓 其实是基本上是不做任何处理的 就直接从数据源加载到我们的目标端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 然后到这个数据入数仓之后呢我们会使用像Hive Circle啊 或者是像Spark等等这样那些专业的计算引擎去做复杂的ETL计算 然后最终呢这个数据可能会从数据的准备层 然后到原子层汇总层追踪到指标层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 当我需要接入一个新的数据源的时候 是需要我们的数据工程师去写MR程序 或者是写Spark程序才能够去实现的 它带来的缺点就是当我需要接入新的数据源的时候 我需要花很长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是工期 一个是成本 研发的成本 还有我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延时的一个成本 然后在2020年之后吧 然后就是有一个叫Geras的一个人 然后他在专门讲数据广告的一本书里面 提出了E小TLT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这个架构它的核心是 很多的在数据从抽取到加载的目标端的过程中 很多简单的T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处理掉的 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字段或者是删掉一个字段 或者说我做一个字段类型的转换 或者说做一个内容的替换 这些东西其实它没有必要在真正进入到数据之后 然后再去处理 因为在进到数据之后再去处理 它带来的问题是 本来数据里面已经压力很大 那我还要去处理这些 明明可以在E和R过程中解决的问题 而且这个一小TLT这个架构呢 也被认为是未来 然后会普及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在这个架构的体系下 它其实面临的核心的点 一个是随着云的这样一个补给 还有SARS的这样一个补给 还有我们新性的技术 比如数据符 数据仓 一些新的技术 越来越多的数据源和目标端 需要纳入到这个EL过程的这个体系里面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其实会发现 在做EL这个过程 就一小TL这个过程 它其实不需要工程师去懂业务 就你只需要理解我的数据源和目标端 两边的这样一个技术的参与就可以了 然后随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然后就诞生了专门去做数据基层的 这样的一些人在很多公司里面 专门诞生了这样的一些团队 他们会专门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反而那种做大体的一种事情 它需要和业务相关的这些事情 由专业的这种懂业务的这些 比如数据分析师等等这些 我的业务的工程师通过简单的sircle 就能够处理了 然后Citano呢 其实就是面对的 就左边那个部分 就是数据基层这个领域 要解决的问题 在数据基层这个领域里面 它真正的痛点和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总结大概有这几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数据源 有复杂的有简单的 还有一些可能十年八年都不用了 但是你突然的时候 可能有需要你就去用了 这个长尾的效应 长尾效应的那些数据源 而且不同的数据源之间 一个是它又会有差异 另外一个就是同一个数据源 可能会有版本的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 这样一个兼容性的问题 都是数据基层 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是同步的场景 基层的场景非常复杂 非常多 然后根据业务的需求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离线的基层 离线的同步 实施的同步 还有我们CDC的同步 全量同步 增量同步 等等这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 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 第三个呢 是在同步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能够非常清晰的去量化 这些同步过程的指标 比如它读了多少数据 写了多少数据 新增了多少条 update了多少条 然后它的性能是什么呀 然后它的数据的延迟 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个是怎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做好监控 第四个呢 是如何去做到高通图和DX 因为数据同步 一般来说 我们做数据同步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像 做一体 做那种大T 然后给你 动物给你一个几十上百台的 这种Fling机群啊 或者是Spark机群 或者是Hardware机群 让你去做 可能很多时候就三个台机器 这样就顶强了 所以你怎么利用这有限的资源 去实现高通图和DX 这个是要解决到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怎么能够去减少资源的使用 这个其实和上面一个是 息息相关的 然后它还附带着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怎么去除了计算资源的 就是怎么去减少之外 怎么去减少对我们的数据源 和目标端数据库 或者是一些其他系统的一些影响 就怎么降低对元数据的影响 如果出的太快了 会不会导致我的数据源崩了 然后影响我的业务系统 让出现它的事故 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 怎么能够去做到这种事物的 就是数据的一致性的保障 就怎么能够做到数据 不丢失也不会重复 然后最终呢 其实在使用过程中 还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贯穿整个数据集成这个 就是你面对这么复杂的 这么多的一个数据源 然后这么多的复杂的场景 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软件 它能不能够实现简单易用 对吧 好管理 然后好用 然后呢 第三步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叫Apacigi Citano Apacigi Citano 这个项目呢 它其实它在诞生的之初 就是为了解决上面 我说的那些问题的 然后它被设计为 一个是就简单易用 可以通过简单的一些配置 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一行命令 然后就能够实现 我们数据从圆端到毛端 而且目前就是后面会讲 我们现在马上也会提供这种 UI的方式 这个界面的方式去使用 第二呢就是在过程中的监控 这个过程监控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呢就是 要支持很多的这种数据源 现在Citano目前已经支持了 一百多个 一百三十多个数据源 包含了传统的数据库 还有一些新型的数据库 还有数据库 仓 还有些SARS API 还有一些消息队列 或者是云上的云存储 然后云服务等等这些 目前已经支持了一百三十多个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能够去做到全场景的支持 就是我在做P同步 做流同步 做CBC的同步 我能不能在一个 在Citano这个项目里面 能够支持到所有的同步场景 不需要我去 用各种不同的工具去组合 那第五个呢就是数据一致性 然后在Citano里面呢 我们是通过这种 Citano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保证数据一致性 最后一个呢就是 降低这种资源的使用 就是Citano的整个的一个设计目标 这是Citano整体的一个架构 它其实就左边呢是我们 就是这是一个图示啊 就是可以看到支持了很多的数据员 然后最后边呢是我们的目标端 然后在中间呢 其实我们是有一套Citano的 一套统一的API 然后基于这套API呢 然后我们会去实现 左右两边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然后实现完之 基于这套API实现的连接器 它可以同时运行在 比如我们现在可以运行在Zeta Zeta引擎是Citano自带的一个 专门于做数据基层的这样的一个引擎 这个后面有机会的话 再给大家去介绍 同时呢还可以支持BLINK和SPY 这个主要是面向已有 就是公司内部已经有了 这种大数据的平台 这样的一些企业 然后呢在 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 像加密啊托米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工具在里面 这是Citano整体的一个架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这里面就介绍了 Citano的最核心的一套API 这套API呢 其实分为Source API Transform API Sync API 还有我们Cheekpoint API 还有最后一个 Translation这样的一个API 这套API它主要实现的效果是 就所有基于这套API去实现的连接器 它能够 一个是多引擎支持 它能够运行在很多 就是多引擎上 目前是Zeta Flink和Spark 那未来我们不确定 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引擎 会集成进来 第二个呢是多版本的支持 就是同一个引擎的不同的版本 比如Flink的 13 14 15 16 Spark 2 Spark 3 都是可以去支持的 第三个呢是能够去 批流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就是我们基于这API开发的 这种连接器 它只需要 可能只需要改一个配置 它就能够 既能够运行在P的这样一个场景下 你可以运在这样一个场景下 最后一个呢是GDPC的多多服用 和我们数据库自制的这种共享解析 这个主要是面对这种多表同步的场景 我们知道多表同步的场景下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的表成千上万 或者是十几万张表的时候 我怎么能够用有限的GDPC连接 然后去完成这些表的同步 特别是实时同步 因为实时同步 我们知道是所有的表 都会同时参与同步 那如果说我一张表去建一个同步任务 那这个意味着 我有多少张表 我需要多少个数据的连接 那我怎么能够去让这个连接共享 怎么让连接共享 然后在GDPC的场景下 怎么让数据自制的解析能够共享 我很多张表 其实只需要共用一套 自制解析的一套逻辑 然后这个呢是基于这场API实现的一些东西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Source连接器 这个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GDPCSource 然后可以看到这下面呢 有它的一些特性 它能够支持P同步 然后能支持ElectricRance 还有ColumnProjection等等 这样的一些特性 像这里面 像所有的Source的连接器 我们基本上可以支持这种并行读取 然后能够加快我们的读取的速度 然后在里面呢会有一些 就这些动态发现的一些机制 就比如说我去读取卡不卡的时候 我就同步卡不卡的时候 当我卡不卡加了新的Partition 或者加了新的Topic 然后我可以动态地去发现 不需要重启作业 它就能把它加到同步里面去 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些 像File的Projection 这个主要是我们在同步的过程中 我可以去选取我需要的列去同步 这个在Source如果是这种列式存储的 数据库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后面呢就是我们的Elex1实际的支持 能够保证数据的同步过程中 它不会丢失也不会存复 下面这个是我们的Sync连接器 Sync连接器呢基于这种API的实现 它主要有一些特性 第一个就是SealMode的特性 SealMode的特性它主要是解决 当我在同步的时候 我的目标端假如已经有表了 表里面已经有数据了 那我这个数据该怎么处理 第二个呢是自动键表 这个特别是在多表同步的场景下 它会非常有用 当我们面对很多的用户 他的税源里面可能有几千张表 或上万张表 他需要把数据同步到DORIS 或同步到这种像DORIS 或者是STARWORKS 或者是同步到SBOG里面去 然后如果让用户一张一张的 去手工去键这些表 其实这个工作量非常负担 然后Citano是自动键表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选完表之后 然后它会自动去在目标端 去根据你的 就是圆表里面的组件之段 或者索引之段 或者你的数据类型等等的 这些特性 然后在目标端去建一张 合适的表出来 而且在这过程中 可以支持 就模板的自动键表 就当你觉得这个自动键表的 这种键表 键表 键表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时候 你可以去修改这个模板 最后一个呢 同样的是 Elex1 一个这样的支持 保证数据的不丢失或不重复 最后一个是Sync 目前是能够支持 有支持CDC写入的这样一套接口 能够满足CDC的同步 下面是Transform这样的一个Connect Transform主要解决的就是 E小TL中的小T要干的事情 目前我们支持的 有这些啊 像Coppy啊 还有FieldMap啊 还有 那还有一个CircleTransform 没有写上 CircleTransform 其实这些东西 CircleTransform都能复改 但是呢 CircleTransform有时候写Circle 还是会比较复杂的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这种 更简单易用的 整个串通去使用 这个呢 是我们的CDC的连接器 CDC连接器呢 它主要实现的是 第一个是能够做CDC的同步 当它在读取的时候 它能够支持 在快速阶段的无所读取 然后还有动态的话 动态的加表 就是我可以不乘起作业 动态的加表 而且呢 能够支持 这种 就是 我们可以在这种 多表结构的这样一个同步 其实就是整库同步嘛 我可以让整个数据库 都在这一个作业里面去同步 我给它分配 一个线程和两个线程 然后或者是一个GPC连接 或者两个GPC连接 它都能够完成整个 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实时同步 然后呢 后面呢就是我们的 SCHEMMA-U-LUCY 这样的一个特性 其实就是DDA变更的同步 原表发生的DDA变更 目标表 做相同的DDA变更的操作 OK 这个呢是我们CHEKPOINT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们为了去兼容不同的引擎 在Citano里面 有一个Citano CHEKPOINT 这样的一套API 然后实现了这套API之后呢 然后在Citano里面 会基于我们的DDA引擎 FLINK引擎和SPARC引擎 做了Citano 这种CHEKPOINT API的这样的一个适配 比如说当你去实现了这个之后 就能够无论你在哪个引擎上去跑 都能够去实现CHEKPOINT 这样的一套逻辑 因为SPARC里面 它本身是没有CHEKPOINT 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我们为了适配SPARC 实现了一套 用于SPARC的这样的一套 快照存储 就状态存储的 一套API 一套工具 OK 然后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区 就是最近嘛 然后的一些记号 第一个呢就是SaleModel这一款 目前呢是对SaleModel它的特点是 它会基于所有的数据员进行抽象 就它不仅仅面对的是数据库 就这里面它其实我们抽象了五种类型 就第一种是说 当我们的目标表 我们的目标端已经有表了之后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第一个呢就是我会删表 然后重建 第二个呢是表结构保留 但是我清除你们的数据 第三个呢是我的表和数据都保留 只往里面去追加数据 第四个呢是 我就 我可以制定一Circle 就类似于 pre-circle啊 post-circle啊 等等这样的 当然它没有post-circle 它就类似于pre-circle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个circle 然后我们来帮你执行 当然最后一个你还可以选择 当我发现的表已经存在了 我直接报错 就是不进行任何处理 那这一套逻辑 它不仅仅是面对 我们的数据库的 如果说目标端是一个文件系统 它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它会去检查这个文件系统 这个目录存在不存在 如果目录存在了 它是三目录 重建 还是说会清除目录里面的数据 或者说保留目录里面的数据 然后追加写入 它是一套就抽象的一套 一套的监控 第二个呢就是自动键表 自动键表 这个和Sigmodel是配套使用的 它会在目标端去做 这种自动键表操作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会依赖我们 一个新的特性 就是Katlog的那个特性 Katlog它主要实现的是 当我的数据从圆端 我从MySQL里面 同步一张表的时候 它会去读取 MySQL里面这张表的 Katlog信息 它的表结构 它有哪些支段 然后支段的类型是什么 然后它是不是组件 然后它的注视是什么 然后它是不是所以 会把这些信息 从哨子端 然后经过中间的transform 然后每一个节点 它都会有一个输入的Katlog 和经过这个 同步节点处理之后 它的一个输出的Katlog 然后当这个sync 接收到上游传递过来的 输出的Katlog之后 它就能够拿到这个Katlog 就能够知道 我在我的目标端 我该如何去建这张表 比如我MySQL里面 ID这个支段 它是个组件 那我在Doris里面 去建表的时候 那我也可以 把ID这个支段 然后作为Doris里面 这张表的一个组件 来进行创建 最后一个呢 是最近社区 准备 就是发布的一个 Citano Web 这是Citano的另外一个 就是 也不算指向了 这是另外一个模块 然后它主要提供的是 能够有一套界面 然后去支撑我们 去定义 这个数据同步的任务 去做数据同步任务的监控 而用为 就是实际上 还是在异于使用 这个角度 去不断地去迭代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界面 一个是我们的数据员管理 数据员管理 我可以在数据员管理里面 去创建数据员 填写它的连接信息 然后这样呢 我就可以在所有的同步任务里面 去共用它 这个呢 是我们的数据同步任务 定义的一个界面 就是我们从sauce 然后到中间 我们可以去拖担一些transform 然后最终呢到sync 然后这里面每一个节点打开 你都能够看到它的一些参数 还有能够看到 这个节点的输入的表结构 和输出的表结构是什么 其实我们叫这个过程 我们叫做模型的推演 就是从sauce 然后经过各个节点 最终模型推演的sync端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用于支撑我们自动键表 然后用于支撑我们自动键表 这个是sauce里面的一个配置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去选择的一些字段 我需要去同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会有input table string 还有output table string 就是我们的输入表结构 输出表结构 这个会贯穿到整个数据同步的 这样一个环节 这一块是我们的同步任务的 一个实力的监控界面 在这里面能够看到它同步的 读取了哪些 读取了道行 写入了道行 它的状态是什么 但点进去之后 这个点进去之后 我们还能够看更详细的监控学机 这个前面就是我们马上要发布的 应该是快的 反正要发布的 Citano Web这样的一个功能 最后就是如何去参与我们的社区 这边有个二维码 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区 下面会有我们的GitHub的地址 还有我们的官网的地址 然后Citano的所有的使用文档 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官网上 都能够看到 如果说大家对Citano的这个项目 然后有一些想法 或者有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建议或者是想法 或者说是一些功能上的一些 future的一些想法 都可以去我们这个 WhatsApp里面去提 也可以发 就是关注我们的DV邮件列表 然后去发邮件 或者在我们的GitHub上 创立issues 都可以 今天分享大家就到 谢谢 谢谢 关于邓老师的大家有没有问题 别跑 你先直接吧 要告诉您 好 就是 我也是在实际关注 咱们DS 在我们的Citano的社区 包括自己的共链接代码 然后我想问一下 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Citano 其实在做这种 圆灯库的这种数据同步的时候 就是如何来做 保护这种圆灯库 这种圆灯库的 这种次贯的 那个音色 比如说 圆库的保护次贯 尤其是时间区贯 是非常敏感 和目标库的时间区贯 我们的类型是不区贯的 这种种做到 就是它的类型会被转换的 它是这样的 就是 在Citano里面 我们从圆到目标端 它的类型其实是经过了 经过了两个部分 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是这个类型 会从圆端读取到 然后转换到Citano的类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从 就左边 这个是一个视列 左边是从MySQL里面 读取到的类型 ID是Int 然后Lame是WireChat 然后在右边呢 其实就是Citano的类型 我们可以看到 ID是Int 然后Lame呢 其实是一个Stream 在这个过程中 它其实会把 就如果说 这是 它会把这个 这个长度 比如WireChat 它会有那个长度嘛 然后如果还有时间 制断的话 它会有一些 或者是 有那种Decimal那种 它会有精度 就是大家这个后续 现在还不完善 后续我们会慢慢地去完善这个东西 就是它其实会把 圆端的这种类型里面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会存到我们的Citlog里面 然后到Citlog 然后经过不断地流转 然后到Sync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Sync中 是能拿到这个圆端的 就比如你刚才说的 日期或者时间这种类型 它是在 比如我们知道像 很多时间类型有 有Timestep6 Timestep9 对吧 然后这种 它其实是能拿到这个长度了 然后它在Sync端 它去键表 或者是往里面写入数据的时候 它会根据圆端的这个长度 来判断我的目标端 最适合用什么类型 它主要是基于这个 但前提是这个 税源 它必须实现了Citlog 就是实现了Citlog 因为Citlog Citlog这个特性 它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套API 但是并不是每个连练器它都实现了 然后只有实现了这一套接口的 这个连练器 它才能去 在圆端拿到精确的数据类型 然后在目标栏 再去适配更适合的数据类型 您刚才说是 大家就用Citlog的方式 然后担心数据的一个长段 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的 其中处的 比如叫Penix 像Gbiz 它们其实并不推荐用Citlog 的方式来进行 而它们自己的 比如说Botload 或者是一些FTP的方式来进行 这样的数据中央 吞补量和速度 比Gbiz 更推荐一点 这一块的话 是否Citlog 会考虑 要结合具体的组件的特性 来证明 到处处 这个 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 然后大家 因为Gbiz 相对来说更容易实现 然后到后续 如果说 随着大家的 也有场景的复杂 对吧 然后随着 我们要处理的数据量 或者说要处理的 这种需求更精细 它其实是可以去新增 不同的写入方式的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联系 就有不同的写入方式 比如说有的联系 它出的GDPC的写入方式 它还有API的写入方式 这些都是有的 这个更有你的需求 如果说确实需求比较多 然后呼声比较高 其实社区里面 就是 就你同样一个数据目标端 比如Citlog 比如Clickhouse 就你可以用任何 就是觉得合适的方式 去写入 无非就是多一个新的联练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小码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 有没有碰到过 比如说一个库的制服串 它是制节的 另一个库的那个 Wortire类型呢 它是制服的 然后 这个一同步 有些数据 它就放数了 对 有 像我们之前 我们碰到过一个 就是从 我们从MySQL 同步到Redshift 其实MySQL里面 它就是WireChat这个 就是MySQL里面 它其实 在Redshift里面 其实我们 我们在 那个是我手工建的表 因为我看了 在MySQL里面 它的长度是255 然后我在Redshift里面 我也想当然的 建了一个255的长度 结果同步过去的时候 就会发现 Redshift会报的 这个长度其实超了 这个是因为 在Redshift里面 它其实 它看到那个 它是一个制节的这样一个 它那个255 其实是一个制节的一个长度 然后你MySQL里面的255 其实在Redshift里面 它就不是255了 这个呢 其实 如果说我们自动建表的话 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们在自动建表的时候 我从MySQL里面 读出来的这个 VRX的长度 我们会把它转成 这种制节的长度 然后当我们自动建表 比如在Redshift里面 自动建表的时候 它会用这个制节的长度 就是用这个 对 制节的长度去建表 其实它带来的 就会你会发现在 MySQL里面是255 然后在Redshift里面 它可能是大于255的 这样一个字 它就不会出现 说我数据 写不进去这种情况 但如果是手工建表的话 这个是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在Citano里面 其实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去 如果真是手工创建的表 然后用户把这个表建错了 Citano里面 目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就只能报错 但是未来呢 我们会去做 类似于这种 错误数据处理的 这样的 类似于错误对列的这样的功能 我可以把这个数据先搜集在一个错误对列里面 然后你可以后续去处理 再去单独再去处理它 比如重新往里同步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策略 那这个 就是后面再去支持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有用性 是没这问题的 如果自动建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手工建的话 因为手工建的话 这个依赖于我们用户对这个两个数据户之间的熟悉的程度 所以它会可能会出现问题 好 明白 谢谢 其他小伴 有没有问题 就是刚才就是 昨天的峰会我也参加了 就是咱们就是Citano外部的话 后续有没有打算就是跟DNS就没有结合 比如说 因为我知道现在他们其实已经结合了Citano Citano的东西在DNS里面 然后现在他们的话 如果通过界面我把这个流程创建起来了 然后我是怎么在导入到DNS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的 嗯 是这样的 就是Citano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通过界面去创建 那Citano会提供API 就是它会有一个 就是你能够去 用API能够列出所有在Citano里面创建好的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呢 而且有API 你能够去 传一个这个作业定义的ID 然后它就能去启动这个项目 就启动这个作业 其实如果说要在Dolphin里面去集成的话 其实就是可能就是Dolphin里面做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能够读Citano的API 去有个下拉彩单去列出所有的Citano的任务 然后你选中之后你点运行 它其实就是调一下Citano外部的API 然后去运行这个作业 这个大概是一个集成的一个思路 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做可能还需要Dolphin社区那边 你乖看 你乖看 === ===